大家好,这里是土拨手炸机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人们发射的火星探测器 进入21世纪,也许是受到上世纪末火星全球勘测者号和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所获得的数据的影响 人们对火星的热情重新燃起,许多国家都加入了火星探测的队伍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21世纪火星探测器的列表 在这些探测器中,勇气号、机遇号、凤凰号、好奇号、洞察号、毅力号漫游车或者着陆器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积累了大量的火星表面的探测数据,并且在火星表面和土壤中发现了水 还成功地将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了氧气 而在这些着陆器或者漫游车中,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 一直到现在还在火星的表面工作着 像火星奥德赛号、火星快车号、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火星轨道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探测器、火星微量气体任务卫星、天问一号等轨道器 直到现在仍然在轨运行,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火星观测数据 下面我们就把这些探测器中比较重要的探测器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火星奥德赛号是NASA的火星探测卫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 它主要任务是在火星上寻找水,并观察火山活动的迹象 同时,火星奥德赛号也是勇气号、机遇号、凤凰号和浩奇号火星着陆器或火星车与地球通信的中继卫星 2001年4月7号,火星奥德赛号在卡纳维拉尔角由DOTA-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同年10月24号,奥德赛号到达火星轨道 时至今日,奥德赛号仍然处于工作状态,是目前环绕地球以外天体运行的航天器中运行时间最长记录的保持者 勇气号和机遇号是NASA2003年火星探测计划、火星探测漫游者任务的火星车 相比于上世纪末,只有不到12公斤的旅居者号火星车 长1.6米、宽2.3米、高1.5米 质量达到187公斤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要大了不少 在车载主控计算机方面 勇气号和机遇号使用抗辐射强化的20MHz主频的RAD6000CPU VXWorks工作系统,在主机的内存上 主控计算机使用的是128兆byECC校验的D-RAM和3兆EEP ROM以及256兆的Gram 比旅居者号强大了不少 此外,勇气号和机遇号所携带的科研仪器也比旅居者号多了很多 包括用于探测地形地貌的全景相机 用于导航的导航相机 用于对含铁岩石土壤进行近距离矿物鞋化验的穆斯堡尔质谱仪 用于近距离分析构成岩石土壤元素风度的α粒子X射线光谱仪 用于获得岩石土壤的近距离高分辨率影像的显微成像仪 用于磨去岩石风化表面的打磨装置 用于暴露内部物质供车载仪器研究的岩石研磨工具 勇气号和机遇号上还装有机械臂 可以将仪器直接放置在研究目标上 以便进行近距离的研究 勇气号和机遇号的主要任务目标是在火星的岩石和土壤中搜寻水的线索 2004年3月23号,NASA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 机遇号发现了火星表面过去曾经存在液态水的证据 这也是勇气号和机遇号在火星表面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2003年6月10号,搭载勇气号的Δ2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 7月7号,机遇号也从同一地点发射升空 2004年的1月4号,勇气号在火星古瑟夫撞击坑着陆 三周后,机遇号在火星子午线高原着陆 虽然同样是由太阳能电池供电 但对比旅居者号火星车 勇气号和机遇号具有对太阳能电池板进行清洁的功能 也正是这个功能,使得勇气号和机遇号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了更多的电能 它们俩的寿命也得到了极大的延长 勇气号一共在火星上运行了2208个火星日 相当于2249个地球日 是它原本90个火星日寿命的24倍多 直到2010年3月22号,勇气号才与地球失去联系 勇气号一共在火星表面行驶了7.73公里 远远超过原来计划的600米 从而对火星岩石和火星表面的特征 进行了更广泛的地质学研究 相比于勇气号,机遇号就更厉害了 从2004年1月25号,机遇号在火星着陆 到2018年5月15号,机遇号与地面失去联系 机遇号一共在火星表面工作了14年3个月021天 总共行驶了45.16公里 凤凰号是NASA在2003年基于火星侦察兵计划 而启动的火星探测项目 它其实是在火星极地东陆者号探测器的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一种探测平台 凤凰号在2007年8月4号发射 2008年5月25号在火星北极软着陆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把着陆器送到火星的北极地区 对火星的极地环境进行探测 并在极地寻找水 2008年6月19号NASA宣布 在凤凰号的机遇壁掘开的沟槽中 被切成方块大小的一团白色明亮物体 经过四天就消失不见了 并暗示它们很可能是由冰组成的物质 因为暴露在外而生怀消失 到2008年11月2号凤凰号失联前 凤凰号一共在火星上工作超过了150个火星日 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目标 凤凰号的成功 使得NASA准备在后续的外星探测中 使用凤凰号的探测平台 2018年发射的洞察号火星探测器 使用的就是凤凰号的平台 未来的月球南极采样返回任务 以及计划在2030年左右执行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也都将使用凤凰号或者类似的平台 好奇号是NASA于2011年11月26号发射的火星车 由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NASA旗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联合研制 它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火星的盖尔撞击坑 探测撞击坑的移居性 研究周围的气候和地质 并为以后的载人火星任务搜集数据 好奇号长2.9米 宽2.7米 高2.2米 质量达到了900公斤 和永奇号相比 好奇号的长度是前者的2倍多 质量是前者的5倍多 带载能力是前者的10倍 能够从更多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 好奇号还配有一条2.1米长的机械臂 在机械臂的末端 装有一个能容纳五线设备的转台 可以在350度的范围内旋转所持的五件设备 这就使得好奇号能更方便地使用不同的设备 对同一目标进行观测 在车载主控计算机方面 好奇号也有比较大的提升 屏幕上现在显示的就是几种火星车的计算机系统的比较 大家能够看出来 好奇号和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 毅力号的计算机系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通讯方面 好奇号和地球的直接通讯的带宽是8K 但好奇号还可以与火星轨道上的火星奥德赛号 火星快车号 火星侦查轨道器等三个轨道器进行通讯 再由这三个轨道器作为中继和地球建立联系 在探测设备上 好奇号上带有 α粒子X射线光谱仪 化学与矿物质分析仪 火星样本分析设备 辐射评估探测器 中子反照率动态探测仪 漫游车环境监测站 另外 在好奇号上还装有12台工程相机和5台科学探测相机 好奇号甚至可以在岩石上打孔 将采样的粉末样本送入车内进行化学与矿物质分析 在供电方面和海盗号一样 好奇号也使用了核电池 这种被称为多任务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的核电池 是由美国能源部向NASA提供的 每个核电池能产生110瓦的电能 核电池的寿命是14年 这就使得好奇号再也不用担心火星沙尘暴影响它的工作了 直到现在 好奇号依然在火星上处于工作状态 它已经在火星上行驶了31.1公里 并且不断地向地球发回它的新发现 不过算起来 也就这两三年 好奇号上的核电池的寿命就要到期 不知道那时候 好奇号还能继续工作多久 2020年7月23号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由长征五号瑶四运载火箭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2021年2月10号 天文一号进入火星轨道 5月15号 天文一号的着陆器带着祝荣号火星车在火星乌托邦平原着陆区着陆 中国成为第二个成功在火星表面运行火星探测器的国家 祝荣号火星车是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的火星巡视器 是中国首个在地外行星上运行的巡视器 祝荣号长2.6米 宽3米 高1.8米 质量有240公斤 携带有导航与地形相机 次表层探测雷达 厂探测仪 气象探测仪 表面成分分析仪 多光谱相机等六台科学设备 祝荣号的设计寿命是90个火星人 但实际的工作时间超过了一个地球年 2022年5月18号 为了应对火星沙尘天气 导致的太阳能电池发电能力降低 及冬季的低温环境 祝荣号转入休眠状态 原计划他将在2022年12月前后恢复工作 但2023年4月25日 中国行星探测总工程师张荣桥称 祝荣号可能因为火星沙尘积累过多而无法唤醒 截止到休眠期 祝荣号总共在火星上行驶了大约12公里 毅力号是NASA旗下所属的喷气推荐实验室设计的 用于火星2020任务的火星车 外形与好奇号大致相当 2020年7月30日 毅力号发射 2021年2月18日 毅力号成功登陆火星 降落在耶泽罗撞击坑 同年3月5日 毅力号在火星上完成了首次行驶测试 毅力号上带有7台科学仪器 23个摄像头和2个麦克风 它将探测耶泽罗撞击坑附近的火星表面 21年4月20日 毅力号成功地将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氧 这是地球以外首次制造氧 我们知道 火星的大气十分稀薄 表面的气压只有地球表面的1% 这大约相当于地球上3万米高空的大气压强 在组成上 火星大气中大约有95.3%都是二氧化碳 想殖民火星 在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绿色植物 产生足够的氧气之前 人们想要在火星上生存 就只能用转化的方式来获得生存所必须的氧气 而将火星大气中占比最多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 从原料获得的方式来看 是最便捷的 毅力号的这次成功 向我们证实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 人们又在火星殖民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现在 火星上我们已经拥有了通讯卫星和侦查卫星 还找到了水 又转化出了氧气 每一步都使得火星殖民离我们越来越近 毅力号的硬件配置也和好奇号基本相同 但也针对好奇号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改进 比如 针对好奇号在任务期间 曾经出现过车轮破损的问题 为此 毅力号的工程师就重新设计了毅力号的车轮 他们增大了车轮的直径 减小了车轮的宽度 相比好奇号 毅力号的铝制车轮更厚 更耐用 车轮的重量也有所增加 在供电上 毅力号使用了和好奇号一样的核电池 寿命也是14年 在科学仪器的配置上 毅力号针对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与好奇号的配置有所不同 但最让人激动不已的是 人们首次在毅力号火星车上配置了两个麦克风 这使得我们第一次可以在看外星视频的同时 听到外星的声音 对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火星这个神秘的星球 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 毅力号还携带了一台名为机智号的无人机 机智号其实是一台电池供电 太阳能充电的供轴反桨无人直升机 它能够为毅力号勘测行驶路线 它的起飞质量是1.8公斤 机体长度是14厘米 装有一对直径1.2米的旋翼 在悬翼的上方安装了给电池充电的太阳能电池板 在设备配置上 机智号仅配有两台相机和导航的设备 剩下的就是为这些设备和电池进行保温的设备了 在机智号的用电中 保温占却了三分之二 而只有三分之一是用来飞行的 从理论上讲 在正常情况下 机智号每进行一天的充电 就能进行五次飞行 每次飞行的时长是90秒 2021年4月3号 机智号与毅力号分离 完成在火星上的第一次部署 4月19号开始首次飞行 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外星使用动力飞行航空器 截止24年1月25号 机智号总共进行了72次飞行 总飞行时长超过128分钟 总飞行距离达到了17.24公里 但不幸的是 机智号在最近的一次飞行降落过程中 不慎损坏了旋翼 24年的1月27号 NASA宣布 机智号因为旋翼损坏 而无法再执行飞行任务 为此 NASA还专门发文 向机智号表示感谢 NASA宣布 We have opened the skies of another planet Ingenuity really opened the door for aerial exploration on Mars It's just been this plucky little helicopter that just defied everybody's expectations I'm incredibly proud and grateful for all that Ingenuity has been able to give us What would you say to Ingenuity directly for the last time? Ugh, you're going to make me cry, you know What would I say to Ingenuity? It's really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ou I would say thank you Ingenuity, thank you for bringing us all together Thank you for leading the charge in our adventure on Mars And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Rest well Thank you Ingenuity Thank you Ingenuity Thanks Ingenuity Thanks Ingenuity 機智号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星探测手段 它的成功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有大气层的外星 使用航空器进行更高效的探测 一个有小汽车大小的新型直升机 蜻蜓号目前正处于研制阶段 它将在2030年以后被用于在土星的第六颗卫星 泰坦的大气中进行科学探测 科学家们甚至设想用航空器探测金星 要知道金星的环境条件极其落略 表面的大气压大约是地球表面的90多倍 环境温度超过400摄氏度 还会经常下硫酸雨 此前任何一个金星灯幕器 在金星表面存活的时间都不超过127分钟 但机制号的成功使科学家意识到 可以使用航空器 在相对环境比较温和的高层金星大气中开展探测 这样我们就可以长时间持续地观测金星了 以上就是我向大家介绍的21世纪的火星探测器 但人们对火星探索的脚步却远不止于此 未来每逢火星探测的发射窗口 都会有更多的探测器飞向火星 另外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的毅力号火星车已经开始承担更多的任务了 现在毅力号是2022年启动的NASA ESA火星样本采样返回任务的第一阶段 NASA计划用毅力号在火星表面实施样本采样 在2029年或2031年发射带有火星上升器和两台类似机制号的无人机的火星着陆器 着陆火星 无人机负责从毅力号上取回已经完成采样的样品 再回到着陆器附近 利用无人机上的机械臂把样本装入上升器 上升器离开火星返回地球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NASA的工程师设想的另一种采样返回的方式 在这种方式中 毅力号将直接把样品装入上升器 然后再由上升器带着样品返回地球 此外 中国也制定了在火星表面采样返回的天问三号计划 这些火星探测计划和马斯克的星界就像是两只手 正在相互配合着实现人们殖民火星的愿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